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RTI黄金剧场 RTI广播剧场 为时光的低漏 却记录着我们行走的声音 岁月有声 日本侵华的野心越来越明显 民国26年5月 华北情势紧张 从英国回来的蒋德璋 和其他中央电台同仁 加强南京江东门的防空设施 从清朝末年以来 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 都靠船间炮力让我们吃了大亏 不过 不管这是一场多么难打的仗 一旦发生了 我们就要勇敢应战 你们别忘了 我们也拥有最有力的武器呢 广播鼓舞世纪的力量是很大的 没错 所以啊 无论如何 我们的广播不能停 没错 不过 德章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明明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多事之秋 回国来不但工作辛苦 生活条件也差 为什么你今年二月还要从英国回来 你认为呢 是你觉得电台派你去受训 你不好意思脱队 还是英国不好找工作啊 都不是 真要在英国找工作并不是找不到 至于对电台不好意思嘛 真要走 脸皮厚一点也就走了 我回来是因为如果我这么做了 自己的良心过不去 我难当前 广播正需要发挥它的传播力量 我觉得是广播工程 不为国家共尽一份心力 就算我在国外风衣足食 生活美满 也不能安心啊 我懂了 德章 真的了不起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 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是吗 不到自己面临抉择的时候 说什么都太早 电台工程师林昌平父母双亡 女友叶明秀的父亲叶德和 眼看时局不稳 打算先让他们成婚 再一起前往美国 长明 你也看得出来 现在时局很不稳 你和明秀认识这么多年 这婚事也该早先办一办了吧 是 只是我的经济基础还不够稳定 那不是问题 叶伯伯 您放心 明秀是我最重要的人 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几年来啊 日本鬼子想并春中国 那是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万一战火点燃 南京是首都 鬼子势在必得 所以啊 我打算把这里的事业结束 到国外去避一避 伯父打算去哪个国家呢 去美国 我弟弟催过我好几次了 要我去洛杉矶 一起经营成衣厂 我是舍不得离开家乡啊 不过 看目前的情势 大概不走也不行了 我不是早就叫你去美国 你就一直拖 物离相贵 人离相见啊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离相背景 昌平啊 我的意思是 在我们去美国之前 先把你的名秀的婚事给办了 然后一起去美国 你觉得怎么样 爸 哪有当着女儿的面 为人家愿不愿意娶你女儿的 你以为你女儿嫁不出去啊 我早就把昌平当女婿看了 你还在乎这个 战火离南京越来越近 就在林昌平预定和叶佳 一起出国的前一天晚上 日本飞机轰炸 设在林谷寺的南京短波电台 卫兹飞机来了 德扎 飞机来了 快进来 好 我把这个落好就进去啊 8月23号中午1点左右 日军飞机 通炸上海到西南京路和浙江 重磅炸弹 炸中南京路上的行驶公司 三路阳台 大楼部分楼面被炸毁 海洋警服务的永安公司 和多家餐饮店 一时玻璃断飞 电线突断 情况十分混乱 一辆双层公共汽车也被炸毁 南京路上多出奇葩 国库名中800多人被炸死和炸烧 炸烧 趴下 德扎 快进来 德扎 德扎 在这里 德扎 快快 去找车子 赶紧送医院 好 好 电台人力吃紧 林昌平决定留在工作岗位上 他这个断然的决定 让当天就要离开南京的叶家措手不及 伯父 伯母 明秀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 我 我不去美国了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明秀 昌平一定有他的理由 让他说下去 昨天晚上 鬼子轰炸林股寺 我们电台的工程师蒋德章被炸伤 人还没送到医院就走了 林股寺的短波电台也受损停播了 电台打算把设备拆下来运到长沙去 从上海开战以来 电台在中央设设了临时发音室 江东门的电台也增加了播音时数 不定时报道最新战况 不管是播报人员还是工程人员 人力都非常紧张 现在德章走了 工程人员更是调度不过来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伯父 伯母 明秀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 我也知道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不跟你们去美国了 我心里很纠结 今天一个早上都在想 我到底要怎么决定 我说你也别纠结了吧 现在就跟咱们走 行李不带没关系 穿的用的回头再买就是了 电台里头那么多人 也不差你一个嘛 伯母 这道理我知道 我也知道 跟您跟伯父 跟明秀去美国 是我最好的出路 可是 我就是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伯父伯母 明秀 很对不起 祝你们一路顺风 永远 幸福快乐 林长平 你怎么可以这样 明秀 先坐下 来 喝杯水 松户战役越来越激烈 中央电台不断报道前线的消息 同仁下定决心 只要电台播出一天 就工作到最后一刻 上海这一仗 国军打得太英勇了 可是日军的装备 的确比我们先进太多 昌平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上海守不住了 日本人下一个目标 就应该是南京了吧 嗯 应该是 电台已经得到上级命令 在疏散愿意离开南京的同仁了 那你呢 电台要发音 就少不了工程人员 我会坚持到最后 你呢 你不是答应要照顾我的吗 当然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咯 可是 太危险了 怕危险啊 我一个多月前就去美国啦 好 封火精灵 许香军编剧 陈兆荣 导播配音 剧中人 蒋德章 陈又文担任 林昌平 李正纯担任 叶明秀 陈怡君担任 叶德和 陈宗月担任 叶母 邓荣荣担任 陈文怡 郑仁理担任 范建青 陈子华担任 夏展明 关志宏担任 小心点 小心点 建青 你叫老黄他们 把钢板还有沙包箱 放在机房门口 待会儿我再告诉他们 要放到哪些机器上方啊 好 好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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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钢板很重啊 别怪了机器啊 早 建青 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 我哪里算早啊 德章昨天晚上 根本没有回家 吃你啊 到了太晚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昌平啊 是 你来的正好 麻烦你去看看 七房四周 新盖的土墙 如果有哪座墙的高度 没有跟屋檐一样 就叫施工队加高啊 好 好 建青 走 我们去告诉大家 钢板能沙包要放在什么地方 好 走 累死了 这两天啊 我们比白人 从非洲抓来的奴隶还累啊 昌平 我看德章啊 跟传说中的 冯简总工程师 盖我们江东门大电台一样 对工程的要求 一丝不苟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冯总工程师 本来就是德章的偶像嘛 别开玩笑了 我哪里比得上冯总工程师啊 说曹操到 曹操就到 下次啊 咱们说话得小心点了 当年冯总工程师盖江东门大电台 那才真的叫一丝不苟 凡是不合规格的 一律敲掉重来 而且 人家冯总工程师 建设一个电台 我们只不过是在机房四周 加一道土墙 在重要的机器上方 安置三层钢板 和三层沙包 两个工程 就像蚂蚁跟大象 不成比例啊 就算是蚂蚁吧 现在 我这只蚂蚁 也累得快站不起来了 等这些防空设施 派上用场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花的精神跟力气 也是值得的 我还真希望 这些防空设施 永远不要派上用场呢 谁不希望啊 可是 你认为日本人 会放过中国这块肥肉吗 怎么可能 日本鬼子啊 口水都流得老长了 就是在等机会 把中国一口吞下去 是啊 上个月华北的日军 开始演习 也不断向北平 天津增兵 动手的日子 应该不远了 我们军队的士气 没得说 可是武器 从清朝末年以来 不管是东洋人 还是西洋人 都靠船间炮力 让我们吃了大亏 不过 不管这是一场 多么难打的仗 一旦发生了 我们就要勇敢应战 你们别忘了 我们也拥有 最有力的武器呢 广播鼓舞世纪的力量 是很大的 没错 所以啊 无论如何 我们的广播不能停 嗯 去年十二月 我们把原来设在江东门的 五百网南京短波台 迁到中山陵园的陵古寺 这不也是未雨绸缪吗 嗯 没错 不过 德章 嗯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明明知道 我们国家正在多事之秋 回国来不但工作辛苦 生活条件也差 为什么你今年二月 还要从英国回来 你认为呢 是你觉得 电台派你去受训 你不好意思脱队 还是英国不好找工作啊 都不是 真要在英国找工作 并不是找不到 至于对电台不好意思嘛 真要走 脸皮厚一点也就走了 我回来是因为 如果我这么做了 自己的良心过不去 我难当前 广播正需要发挥 它的传播力量 我觉得是广播工程 不为国家共进一份心力 就算我在国外丰衣足食 生活美满 也不能安心啊 我懂了 德章 你真的了不起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 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是吗 不到自己面临抉择的时候 说什么都太早 说了这么半天 正事还没说呢 建勤 你上次不是问我 关于短播机的一些事吗 我要去林股四的短播台 要不一块去 我们看着机器 边看边说 太好了 太好了 产品 一起来拼吧 我很想去 可是今天不行 我答应明秀去他家的 好了 建募来的岳父岳母最重要 明秀啊 是个好女孩 好好把握 好女孩 来 干一杯 好 不过伯父是海量 我可不是 再这么一杯一杯地干下去 我今天晚上 大概就回不去宿舍了 回不去宿舍就住下来 你还怕我一得喝家里 没地方给你睡啊 来来 再干一杯 再干一杯 好了好了 别闹了 给昌平看笑话 昌平 你别理他 让他自己喝去 老婆大人说话了 我哪敢继续喝呀 昌平啊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要你喝酒吗 是因为伯父心里高兴 没错 我就喜欢你这孩子聪明啊 昌平 你父母都不在了 我叶德河的家 就是你的家 知道吗 是 叶伯伯一向对伍 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跟你叶伯母 就明秀一个女儿 巴不得多个儿子呢 昌平啊 你跟明秀从大学一年级认识 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吧 六年四个月零八天 这树木字不是唬人的吧 绝对不是 我可以一天一天算给你听 要算啊 你们吃完饭以后慢慢去算啊 我们先谈正事 昌平 你也看得出来 现在时局很不稳 你和明秀认识这么多年 这婚事也该早先办一办了吧 是 只是我的经济基础还不够稳定 那不是问题 只要你告诉我 你对明秀是真心的吗 爸 哪有人这样问的吗 我知道 这小子对你是真心的 可是也得他亲口说出来啊 叶伯伯 您放心 明秀是我最重要的人 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几年来啊 日本鬼子想并春中国 那是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万一战火点燃 南京是首都 鬼子势在必得 所以啊 我打算把这里的事业结束 到国外去避一避 伯父打算去哪个国家呢 去美国 我弟弟催过我好几次了 要我去洛杉矶 一起经营成一场 我是舍不得离开家乡啊 不过 看目前的情势 大概不走也不行了 我不是早就叫你去美国 你就一直拖 物离相贵 人离相见啊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离乡背景 常平啊 我的意思是 在我们去美国之前 先把你的明秀的婚事给办了 然后一起去美国 你觉得怎么样 爸 哪有当着女儿的面 为人家愿不愿意娶你女儿的 你以为你女儿嫁不出去啊 我早就把常平当女婿看了 你还在乎这个 再说呢 我叶德河也从来不喜欢那种虚伪的礼数 人生在世 哪里有那么多的繁文入节 常平 愿意给我正式当女婿吗 我当然一千一万个愿意 好 那我就一面处理结束工厂的事 一面筹备你们的婚礼 我只有明秀一个女儿 这个婚礼不能草率 这样吧 婚礼就定在九月中 拖冷不热天气最适合 办完了婚礼 我们就在十月初到美国去 你有没有意见 我说就不能早一点吧 总不能今天说要关厂 明天就要员工走路吧 总要给人家两三个月 另找工作的时间 再说了 厂房 机器 土地都得要处理 现在五月初 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已经非常紧迫了 我说能快一点就快一点吧 早点离开啊 总是比较安心嘛 好 我会尽力的 昌平啊 你自己盘算一下 该什么时候辞职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广播电台最新消息 昨天深夜 也就是中华民国26年7月7号晚上11点 驻扎在北平封台的日本军队 在没有通知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 在我国军队驻地附近 进行夜间军事演习 演习之后 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 要求进入晚平城内搜查 国军驻扎在卢沟桥的第37师219团团长及新闻 拒绝了这项要求 被拒绝的日军包围了卢沟桥 双方协调 天亮以后派出代表到现场调查 但是日军依旧坚持入城搜索 在我军回绝了这个要求之后 日军开始炮击晚平城 今天也就是7月8号上午5点30分 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我方军队进攻 战斗持续两个小时 今天上午9点半 我方提出停战 目前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可恶 鬼子终于动手了 什么一名士兵失踪 完全是出兵的借口嘛 没错 那鬼子的下一步会怎么走呢 那还用说 鬼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 三月王华吗 接下来啊 就是全面进攻了 健青 超频 赶快跟我去新街口中央通讯社 中央通讯社 要我们支援采访新闻吗 不是 电台要在中央通讯社布置一个临时录音室 派播音员随时报告前线的最新消息 对 应该的 广播的传播最快速了 最及时 我们要让全国民众知道 日本鬼子怎么欺负我们的 要让全国民众知道 国军是怎么样和鬼子奋勇作战的 快走吧 我们早一分钟把发音室的设备装好 全国同胞就早一分钟能知道前线的消息 好 走 7月17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路上 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 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 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时 我们不能不应战 在庐山谈话会上 蒋委员长也表示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 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的局势 就只有牺牲到底 没有丝毫侥幸求免之力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什么人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 都应该报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7月25号 日军以飞机轰炸和重兵围攻的双眼夹击方式 攻占北平、天津之间的调道狼方 同一时间 日军向北平进攻 被我军在封台打败 但是在日军增强兵力夺取封台以后 北平的战况越来越对我军不敌 7月27号 日军聚集兵力 向平静地区发动进攻 同时 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 增援华北 28号 日军猛攻南越 我军虽应勇奋战 但日军现代化程度高 我29军武器装备和敌军差距其纳 南越守军虽欲血口战 誓死不归 数次击败白断敌军 仍然难以抵挡增援而来的日军 29军副军长佟林阁 132师师长赵登宇力战阵亡 7月29号 我军主力退守保定 7月30号 天津泄落 7月31号 江委员长发表 高抗战全体僵尸术 这封给全国官兵的心 在开图的部分这么说 这次卢沟桥试变 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手法 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 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 骑尺大陆无影不将 自从918以后 我们越忍耐退让 他们越凶横压迫 得寸进尺 得要无止境 到了近日 我们任无可忍 退无可退 我们要全国一致 齐来与郭口平革尼斯和国 我们军人 平日受全国同胞的邪汉供养 现在该怎样的重用奔发 已经保护卫民的子日 8月9号 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 对中尉大山勇夫 率士兵摘腾要葬 驾军用汽车 强行冲击虹桥 我国军用机场 被机场卫兵击毙 事件发生后 我国上海当局 与日方交涉 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 日军却无理要求 国军撤离上海 并拆除军事设施 同一时间 日本向上海增派军队 8月13号上午9点15分 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 黄浦江中的军舰作为基地 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 我军奋勇抵抗 8月14号 日军飞机轰炸我杭州解桥空军基地 被我国空军击夺六甲 同一天 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阵 8月15号 日军正式下洞云岭 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遣军 对上海进行攻击 现在时刻 中华民国26年8月15号 20点30分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在南京发音 请大家注意收听 我们有关上海情况的最新快报 老头子 叫你早点动身嘛 你就偏偏一直拖 你看 现在上海也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到咱们南京来 你干怎么办呢 不是我不想早点动身 是工厂的事情总要处理妥当啊 要是我们不管员工 把工厂一关 人就跑了 就算你现在人已经到了美国 你会心安吗 好好好 你说的都对啊 你对员工尽心 发的浅散费也很优厚 现在工厂关了 没一个员工对工厂发出怨言 那我们自己呢 沿下这种局势 万一咱们走不成怎么办呢 你放心 不会到那个地步的 我明天一早就去船公司去敲船票去 那明秀的婚礼怎么办 我们预定九月三十号 要替明秀跟昌平举行婚礼的 船票能定十月一号以后的吗 当然是越早走越好 有船票我们就离开 至于婚礼到美国再说吧 可是很多亲戚都已经通知了 国难当头 没有人会怪罪的 也只能这样了 倒是昌平那里 得让他早点做准备 明秀 最近有没有见到昌平啊 上海情势紧张 他说电台特别忙 这两天没有联络啊 不是说要辞职了吗 忙什么啊 还没离职之前 就是电台的员工 就应该尽心尽力 我最喜欢昌平这孩子 就是他从来不划头 不过明秀啊 明天你一定得 让他到家里来一趟啊 好 唱平啊 最近很忙 是 那个辞职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本来是做到8月15号的 上海开始打仗 电台立刻加强广播 人力就吃紧了 长官要我多支援几天 那是应该的 不过也不能误了自己的事啊 我今天早上把船票已经订好了 8月25号晚上的船 那天中午12点以前你到家里来 我们一起走 至于婚礼 就到美国再说了 你看这样行吗 听伯父的吩咐 这时间有点急迫啊 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 你都得抓紧点时间来处理 8月25号 这个日子可千万别忘了 绝对不会的 伯父请放心 又来了 自从上海的战事开始之后 鬼子飞机就三天两头的来轰炸 烦不烦哪 南京是我们的首都 鬼子当然势在必得 我们电台这几年传播效果很好 鬼子不会放过的 我们一定要挺住 这是当然 不管是江东门的大电台 还是这个设在林股寺的短播电台 我们都要维护好 千万不能停播 我就是怕工程人员调度不过来 道长 你放心 就算三天三夜守着机器不睡 我也不会让电台停播 好 德章 建青 听你们这么讲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在电台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要离开了 话不能这么说 自古以来不都是说成家立业吗 成家还放在立业前面呢 你能找到明秀这么好的终身伴侣 一定要好好珍惜 可是 我总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 像德章你 明明可以留在英国的 你却急着回来 而我在最需要人力的时候 却出国去 别东想西想的了 你现在出国也没什么不好啊 不过要记得 到了美国以后 别忘了学最新的广播知识哦 对 也别忘了把这些知识啊 写信告诉我们 好让我们现学现卖 用来对付鬼子 对了 长平 什么时候走 哦 八月二十五号 我打算工作到八月二十四号晚上 行吗 你工作到八月二十五号早上也行 好 哈哈哈哈 日本飞机又来了 现在几乎是天天来 来就来吧 累死那些鬼子飞行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在南京发音 现在时刻 中华民国26年8月24号 二十点整 首先报告 来自厦门的消息 今天日本的厦门 是管关闭 天气好像出问题了 我到外面去看看 有空气几号 等飞机走完之后再出去吧 杂音太大了 听众没办法清晰收听 一定要早点弄好 我到外面去看 你们两个在室内检查 好 你要小心一点 好 放心了 我来检查一下 问题好像不是出在这里 应该还挺天气 上海一面 今天日军第三师团 和第十一师团 继续在上海登陆 并且攻占 无松炮台和宝山 逐力向狮子林方向扩展 国军第九十八师 第两百九十四路 八起反击 重新收复宝山现场 国军第十一师 也在罗电以北 与日军展开激战 从八月十三号以来 日本军队在上海 造成巨大伤害 日军连与恐炸 使四周阁一北的 东克扎北地区 和江湾地区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平民防菇被炸毁 成为一片废墟 众多无故民众流离失所 哇 变清楚了 得赏真是有一套 伟资的飞机来了 得赏 飞机来了 快进来 好 我把这个诺法就进去 8月23号中午一点左右 日军飞机 转炸上海到西海京路 和浙江 重磅炸弹 炸中南京路上的 行驶公司三楼阳台 大楼部分楼面被炸毁 海洋迹附近的 友谈公司 和多家餐饮店 一时玻璃断飞 电线阻断 情况十分混乱 一辆双层公共行车 也被炸毁 南京路上 啰出奇谷 不顾名中 八百多人 被炸死和炸草 趴下 得赏 快进来 得赏 得赏 在这里 得赏 得赏 快 快 去找车子 赶紧送医院 好好好 好 明秀啊 都快十二点了 昌平怎么还不来呀 你打电话给他了吗 打了啊 一个早上都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了 电话好像坏了 一直打不通 他会不会临时变化不来了 不会的啦 昌平连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啊 还有从结婚礼堂上跑掉的新郎呢 妈 一定是昌平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你没带行李啊 昌平 发生什么事了 脸色这么难看 伯父 伯母 明秀 我今天来 是要告诉你们 我 我不去美国了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明秀 昌平一定有他的理由 让他说下去 昨天晚上 鬼子轰炸林谷寺 我们电台的工程师蒋德章被炸伤 人还没送到医院 就走了 林谷寺的短波电台 也受损停播了 电台打算把设备拆下来 运到长沙去 从上海开战以来 电台在中央设 设了临时发音室 江东门的电台 也增加了播音时数 不定时报道最新战况 不管是播报人员 还是工程人员 人力都非常紧张 现在 德章走了 工程人员更是调度不过来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伯父 伯母 明秀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 我也知道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不跟你们去美国了 我心里很纠结 今天一个早上都在想 我到底要怎么决定 我说你也别纠结了吧 现在就跟咱们走 行李不带没关系 穿的用的回头再买就是了 电台里头那么多人 也不差你一个嘛 伯母 这道理我知道 我也知道 跟您跟伯父 跟明秀去美国 是我最好的出路 可是 我就是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伯父伯母 明秀 很对不起 祝你们一路顺风 永远 幸福快乐 林昌平 你怎么可以这样 明秀 先坐下 来 喝杯水 我说明秀 你就不要管那个不是好歹的林昌平了 讲得好好的 都要出发了 还给咱们来这一招 这个男人扔掉也罢 可是 他讲的 也有道理啊 他留下来 最主要的是自己良心那一关过不去 良心过不去又怎么样 他一个人能救电台 能救中国吗 全国一条心 就可以呀 妈 其实这些日子 我也想了很多 我一直在想 目前跟鬼子打仗 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我一个女孩子 当然不见得能贡献多么大的力量 可是 如果大家都走了 国家不是很快就亡了吗 哟 听你这口气 好像还挺赞成这个林昌平的啊 我觉得 他说的有道理 国家处在这种时刻 正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 我说明秀啊 你那昨天晚上没睡好 脑子不清醒了 多少人在这个时候 想离开都没法子 这个林昌平发了大头疯 你也跟着发疯啊 妈 不是这样的 爸爸从小教我念书 我还记得 闻天祥一代赞的句子 孔曰成人 梦曰取义 为其意境 所以人治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树己无愧 从七月七号 卢公桥事变以来 多少军人 成人取义 我虽然上不了战场 可是要我这个时候离开 我也说服不了自己啊 你 我看你跟那个林昌平 两个人都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呢 雨萍 不能这么说 要是倒退三十年 我也和明秀有一样的想法 我说你们父女俩 还有那个林昌平 全都疯了 雨萍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得起来嘛 明秀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也不想去美国了 我 我 我想留下来 就问那个林昌平 他什么东西啊 他 以你的条件 像他那样的男人 一抓一大把 妈 我想留下来 也不只是为林昌平 我总觉得 在这个时候 我走了 心里不安 爸 其实 从上海一开始打仗 我就想问您了 您在这个时候去美国 心安吗 明秀 爸爸了解你的心情 爸爸也挣扎过 原本是想把工厂 迁到昆明去的 盘算了半天 觉得不太实际 就做了官场的决定 至于到美国 一方面是你叔叔 早就催我过去 另一方面 爸爸认为 这场仗 不是几个月 或者一两年 就会结束的 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打仗要钱 更要有国际上的支持 到美国去做生意 是另一种 对国家的支援 爸爸的想法 你能理解吗 我懂的 那你决定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美国了 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 叶德河 你这什么意思 你叫明秀考虑一下 难道你打算让他留下来啊 明秀大了 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尊重 尊重 你 我看你们都疯了 你们 我算了 我们都疯了 我得头换好 我得手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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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手换好 好 昌平 你们值晚班啊 是我值班 昌平是来陪我的 昌平 前两天听说你辞职了 要去美国 不去了 下午我办了副职 太好了 现在电台最缺的就是人手 可是你不去美国 您就会伤心的 昨天晚上发生得章的事 我现在走了 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明秀家跟我家是世交 虽然我家在西安 他家在南京 可是我们从小就认识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 错过了你会后悔的 来不及了 船已经开了 展宾 文姨啊 你们今天晚上你们两个都值班吗 平常晚上播报组不是只有一位同仁值班吗 上海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日本军队这几天可能就要大举进攻罗电和武松 以后如我人力调动的开 晚上播报组都有两个人值班 小闹鬼子我就一肚子气 谁不是啊 你们工作吧 我先走了 明天我上早班 好 明天见了 明天见 一路顺风啊 你住谁一路顺风啊 你 你 放心 今天虽然是农历七月初二 鬼门关已经开了 我可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哦 明秀 你怎么会在这里 船延期了吗 没有啊 船已经开了 我爸妈都在船上 我妈现在啊 大概正在大发雷霆呢 你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就别说了 总之 我留下来了 我爸爸关了工厂 可并没有卖房子啊 我还有地方住的 放心 可是 你一个人留在南京 没有人照顾 林昌平 你得把事情搞清楚 第一 我是成年人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第二 你不是人吗 如果真的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不照顾我吗 我当然会照顾你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已经留下来了 就赖定你咯 你不高兴啊 当然 我 我高兴 我 我太高兴 你信吗 昌平啊 恭喜啊 你是秀了几辈子 才秀来明秀 这么好的女朋友啊 患难见真情哦 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哦 他要是敢辜负明秀啊 我非把他无码分尸不可 文艺 你的心情我了解 可是啊 你能不能换个行刑的方式 这回要找五匹马来 还真不容易耶 范建青 你挑我画你的毛病 让你很开心 是不是 上海的局势 真是越来越让人担心了 鬼子也不会放过南京的 三天两头派飞机来轰炸 鬼子的飞机啊 老是在我们铁塔附近转来转去 好在南京的防空火力强 鬼子没办法得逞 一定恨得牙痒痒的 绝对不能让鬼子得逞 我们要把鬼子残杀我们同胞的消息传出去 也要把国军奋勇战斗的消息传出去 带他们来转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28号下午2点 日本军机风凰轰炸上海南火车站 第一批四架飞机 首先向南战投弹 炸死那名500多人 几分钟之后 又有八架飞机 在南战上空投弹 炸死200人 火车站的天桥 月台 铁轨 被炸的稀烂 民众惊慌逃散 呼声四起 8月31号 日军出动飞机30多架 结合海军舰队弹炮 猛烈轰击五松口 强行登陆 国军六十一时 在日军强大炮火下奋勇敌遇 第361团团长 李忠 第365团团长 继维配阵亡 9月5号 日军分别从 胡松 张华兵 和沙龙口 夹击火军宝山阵地 宝山守军 第98师 第538团 第三营领长 姚子姬 率领500多人 坚守宝山 日军炮火猛烈 全营官兵 报定与阵地 共存网军心 一次又一次 达退进攻的弥军 战到9月7号清晨 日军出动坦克车 作为前导 才进入场队 姚子清 率官兵与敌军向战 当日上午十点 全影壮烈牺牲 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这次的鬼子 那个炸杆还真不少 真是把我们电台当成眼中钉了 昌米 检查完了吗 有没有手机好转快 炸坏了几根地线 对波仪没有影响 放心 9月22号 日军集中主力 猛攻固守罗殿的国军阵地 我军第十八军和第六十六军 拼死抵御 阵地屹立不动 从二十三号灵明 到二十四号夜晚 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 持续冲锋 国军第159师 第160师 遭受重大伤亡 阵地全毁 守军全体壮烈成人 每一位壮烈成人的官兵 都有父母亲人啊 像这样的消息 我们听了都难过 你们电台那些播报同仁 还要忍着悲痛 把消息播报出来 心里一定更难受了 是啊 好几次 我都看到文仪播报完以后 靠在墙角掉泪 上海这一仗 国军打得太英勇了 可是 日军的装备 的确比我们先进太多 昌平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上海守不住了 日本人下一个目标 就应该是南京了吧 嗯 应该是 电台已经得到上级命令 在疏散愿意离开南京的同仁了 那你呢 电台要发音 就少不了工程人员 我会坚持到最后 你呢 你不是答应要照顾我的吗 当然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咯 可是 太危险了 怕危险啊 我一个多月前就去美国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 坚持到最后 只要电台播出一天 我和全台同仁 都会尽力让电台 发送最迅速 最清晰的消息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在南京发音 现在差过新闻快报 10月19号 我国守卫 温枣兵南安的部队 配合第21集团军 发动全线反击 和日军第90师团 第101师团 以及第30师团 发生几类战斗 国军斗志昂扬 在前强大的套路下 为了一切 就像一切 在前强的公司 在前弱的军事 我们就像一切 在前弱的一切 在前弱的一切 是民主的一切 有什么历史 在前弱的一切 我们就像一切 在前弱的一切 在前弱的一切 陈兆荣导播配音 剧中人 蒋德章 陈佑文担任 林昌平 李政纯担任 叶明秀 陈怡君担任 叶德河 陈宗岳担任 叶母 邓荣荣担任 陈文怡 郑仁礼担任 范建青 陈子华担任 夏展明 关志宏担任 现在播送完了 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